梁平是我老公 看到他有冠心病 心脏重度狭窄80%50% 我心头一紧 泪水猛地滴落在报告单上 真的好心疼他 刚满30岁就得了这样的重病 我取消加班 急着回家与他商量治疗方案 却不想 在门口听到了他和公婆商量假死 梁平说 梦儿肚中的孩子三个月了 我准备在十天后假死 带他去尔海生活 秋爽是医生 假死瞒不过他 你们一定要严防死守 禁止他碰我的身体 若他一定要碰 你们就说我们老家有骨殉 丈夫失身不能被老婆碰 否则会把死运过给老婆 以及他的娘家人 他十分孝顺 绝不会让自己妈妈涉险 还有你们一定要守好他 禁止他改嫁 他把这个障碍已经没了 他和他妈都没脑子 只要他不嫁给别人 我就有信心得到他的全部家产 婆婆笑道 好 我和你爸一定按你说的做 等梦儿要生了 我就找个借口去尔海照顾他坐月子 带孙孙 公公夸赞 还是你这读了书的脑子更好使 像我和你妈就想不出这么好的办法 你在教教我们怎么骗秋爽的钱 这样你和孟儿在尔海 也可以早点买车买房 加倍幸福 梁平开始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教唆公婆如何骗取我的财产 我在门外听得心惊胆战 遍体声寒 我是一名妇科医生 五年前 梁平带他妈来医院就诊 挂了我的号 当时我正被一位做流产手术的患者男朋友 持刀追砍 梁平冲上来 替我挡了致命一刀 我俩就此认识 他开始热烈地追求我 梁平家境很差 我爸不许我向下兼容 而我觉得梁平身穷至奸 聪慧上进 费尽心思说服爸爸同意婚事 却不想梁平是个白眼狼 竟背着我找了小三 甚至想假死脱身 骗我继续出钱养他一家 我一边偷听 一边构思报复 待他们心满意足的停口 才用钥匙打开家门 与此同时 梁平来到门口换鞋 他问我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加班吗 临时取消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有事出去一趟 什么事啊 最近你经常往外跑 没办法 又是那个和你提过的事经客户 下班都不让我安宁 之前太相信他 以为他是真的见客户 如今细瞧他闪躲的神情 这客户绝对是小三 我没拆穿 微笑着把他的体检报告 放在鞋柜上 你的体检报告 自己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我身体一直很好 再说我若有事 你比我还急 那是现在这副表情 此话正中我的下怀 我就是要利用他对我的了解 忽略报告单 他的病情十分严重 再不治疗 很可能说死就死 梁平出去不久 我也出门了 买了微型针孔摄像头 偷偷安装在客厅和卧室 前两天一切如常 直到第三天 我通过监控 看到梁平和李梦 在客厅接吻 脑子嗡的一下响了 小三怎么是李梦 小三竟然是李梦 梁平说 李梦是他表妹 自怀孕就带去我那产检 经常与我一起玩乐 我爱屋及乌 把李梦当亲表妹 他俩却把我当大冤种 甚至是追求刺激的一环 李梦很害怕 缩在梁平怀里 我昨晚又梦到表嫂的爸爸了 他朝我索命 问我为什么不救他 梁平安抚他 别想太多 他把出车祸 使他自己开车不小心 又不是我们的错 可是 如果我们早一点打120 他就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了 你别自责 我当时也是吓懵了 忘记要做什么了 我心脏震惊地扑腾狂跳 四个月前 我爸开车送梁平和李梦 去坐高铁 路上出车祸身故 梁平敢帮我挡刀 怎么会被小小车祸吓到 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想我爸死 故意拖延时间 难怪他说 他爸这个障碍已经没了 其实近两年 我爸已经接受了梁平 经常给梁平介绍客户 帮他在事业上铺路 没想到梁平恩将仇报 我真是引狼入室 嫁了一个畜生 我狠狠地盯着屏幕 决心要他们付出代价 梁平计划假死的前三天 李梦来了 他递给梁平一张报告单 笑道 查出来了 是儿子 梁平激动得一蹦三尺高 抱住李梦 哇 我们老梁家有后了 公公笑道眼尾炸花 有后了 我们老梁家有后了 婆婆怕我多想 主动解释 李梦是梁家人 她有孩子 就是梁家有后 我笑而不语 婚俭时我得知 梁平有无经证 为了不伤她的自尊 也为了让爸爸同意婚事 我偷梁换住 瞒下此事 李梦肚里的孩子与梁平无关 梁平一无所知 傻傻拿出珍藏的白酒 与公公大口饮酒 大声庆祝 她关心病十分严重 此举等同作死 正这么想着 梁平突然摔倒在地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见状 大家看向梁平 公公脸上笑意不减 儿子 没事吧 儿子 快起来 我们继续喝 梁平没有作声 她双眼紧闭 一动不动 像是昏厥 我的天 不会真被我猜中 要死了吧 梁平出轨 还间接害死我爸 我巴不得她就此死掉 但作为扶伤就死的医生 我没办法坐壁上官 由GZH Boshe 走上前查看情况 婆婆似是想到什么 突然冲上来拦住我 秋爽 你是妇科医生 多跟梦儿说说话 教教她怎么保胎 等会 梁平好像情况不对 我要先看看她 她能有什么情况 你和梦儿边吃边聊就好 李梦接收到婆婆的眼色 也拉住我说 表嫂 我们继续 不行 梁平有病 我得给她检查下 我怕她有生命危险 有病就有病 这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人没办法强行干预的 你在说什么 我是医生 我的专业就是治病救人 快松手 你们俩拉着我干嘛 婆婆对公公急道 老头子 你快看看 儿子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死了 婆婆把死字咬得很重 公公公危症后反应过来 把手指放在梁亭的鼻子下面 说道 死了 是死了 我听着心里一咯噔 松手 快松手 我给她做心肺复苏 你们去打120 快点 婆婆死死抱住我 阎王要她三更死 不会留人到五更 秋爽你就接受现实 节哀吧 不会的 现在还有救 要是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 才是再也无法挽回 快让我看看她 不行 死了就是死了 你别折腾我儿子 我们那里有骨训 妻子不能碰丈夫的尸体 否则会把死运 带给自己和娘家父母 我想起那晚梁亭和他们密谋时说的话 所以 他们以为梁亭这是在假死 婆婆又吩咐公共 趁儿子现在还是软的 你快把儿子背到车里去 我们把他送回老家土葬 梁亭有两百斤 公共背不起他 拉住他的两只手往门外托 我情急吼道 快打120 现在送到医院抢救 还来得及 婆婆也吼我 你是脑子有病吗 你以为120来一趟 不要钱哦 我听人家说 接过去要一千块钱 送回来还得一千块钱 要是死在医院 他们还不准 我们把尸体拖回来 会在医院火化 你别给我在这里出幺蛾子 梁亭是我儿子 我说了算 老头子快拖儿子走 毕竟有过五年感情 想到梁亭要死了 我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 却透过墙壁上的镜子 看到公婆在偷偷笑场 爸的 笑吧笑吧 笑死你们一家 梦儿 你怀着孕 不宜去丧事现场 就在我家好好休息 等你男人过来接你走 好 我听你的 我会等她 婆婆与李梦说完暗语后 牵着我上了车 马路两边的风景 飞速后退 我望着车后 坐凉亭惨白的脸 望着公婆嘴角淡淡地笑 心里也止不住发笑 她们以为梁亭演技好 却不知 她这是本色出演 自然完美无瑕 五小时候 车子到达梁亭的老家 公公拉开后座车门 伸手去拖梁亭 她下意识地说 怎么这么僵硬 婆婆随口搭枪 人死了 肯定是僵硬的 可是 在她看清梁亭的脸色 和肢体形状后 身子猛地一僵 她颤颤巍巍地把手指 放到梁亭鼻子下面 一会儿身体剧烈颤抖 话也说不利索 死 死了 老头子你快看看 儿子好像死了 公公早已泪流满面 摇着梁亭的尸体呐喊 啊 儿子 你快醒醒 婆婆脸色大变 也用力摇着梁亭的尸体 仿佛这能将梁亭摇醒一般 儿子 你快睁开眼睛啊 你这是怎么了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说完她又命令我 秋爽 你是医生 你过来救救我儿子啊 你脑子是有病吗 把这句她骂我的话 圆风不动地骂回去后 我才假意哭哭啼啼地说 先前我要救她 你死死抱住我 不准我靠近她 我说打120 送她去医院 你们也不许 现在人都死僵了 你又喊我救 这还怎么救 你说阎王要她三更死 不会留人到五更 我越想越觉得你说得对 谁也别想从阎王手里抢人 你就接受现实 节哀吧 婆婆急得上来托我的手 你就当我之前胡说八道了 快来看看我儿子的情况啊 我奋力挣开她的手 将她推倒在座椅上 你可是我最尊敬的婆婆 你怎么会胡说八道呢 你之前说的古训 我也记忆犹新 我可不敢碰良平 我就剩我妈了 我绝不能不笑 把死运带给她 我 我 婆婆不想让我知道他们的计划 我了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 只是一个劲的哭嚎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谁来救救我的儿子 他嗓门又粗又大 嚎得我脑人嗡嗡作痛 不得不打断他 你看看他手臂上的石斑 石斑都出来了 抓紧时间准备后事吧 婆婆循着我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心痛地昏倒在座椅上 公共见状 赶紧拖住她的头 用力给她掐人钟 婆婆悠悠行转 接着又是一阵痛哭 我儿子才三十岁 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死 是不是有人害她 一定是有人害她 我要送她去做尸检 她打定了主意 对气不成声的公共说 老头子 把车开到医院去 快点 公共说了声好 强撑着身子 钻进驾驶位 一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他们县医院 公婆失魂落魄地 坐在医院的长廊上 带法医走过来 他们亮亮呛呛地冲上去 医生 我儿子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他是不是中毒死的 法医把报告单递给婆婆 关心病引起的心原性猝死 不是中毒 婆婆不敢置信地盯着法医 她怎么会得关心病呢 这不是老年人才有的病吗 法医见婆婆哭得可怜 细心解释 生气 喝酒 懒惰 肥胖 熬夜 都可能诱发关心病 现在得这病的年轻人 是越来越多 你儿子本来就病得严重 又大量饮酒 情绪过激 法医叹了口气 才接着说 若是一发病 就送到医院急救 也可以保他一命 他当时是一个人 没人在他身边吗 婆婆愣住了 一副毁清肠子的表情 当时 当时我们都在 啊 那你们怎么不往医院送 法医非常惊讶 许是觉得不该八卦 留下一句节哀就走了 我适时补刀 装作歇斯底里的质问公婆 都听清了吧 良品本可以活下来的 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为什么不让我救他 是你们把他害死了 是你们把他害死了 婆婆无力地瘫倒在地 边捶着自己心口 边大声哀嚎 我怎么可能害他 我辛苦把他拉扯大 把他培养成大学生 看他出人头地 我怎么舍得害死他 我是没想到他有病 我要是知道他有病 我一定会救他的 他除了胖点 身体一直很好 你说他好好的 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他不是才被你 带着去做了体检 说一切正常吗 我忽略体检 我忽略体检仪式 把婆婆从地上扶了起来 愤愤不平地说 法医说的五个原因 他样样战权 得病正常啊 你忘了他那个难缠的客户 他天天被对方折磨得 熬夜加班 气血欲竭 压力山大 要我说 他就是被那个客户害死的 你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吗 有的话就让他过来 乖乖来给梁婷磕头认罪 婆婆当着我的面 没有说什么 但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 我看到婆婆 在给李梦发短信 为了和梁婷双宿双飞 李梦肯定没少无理取闹 给梁婷施加压力 不然梁婷 为什么费尽心思闹一出假死 直接瞒着我把李梦 养在外面 不还省失些 看着婆婆紧锁眉头 眼里恨意翻涌的样子 我心里很满意 梁婷已经付出代价 公婆和李梦也跑不掉 因着梁婷一开始的计划时 公婆当着我的面 把她放进棺材 再支开我帮她 偷偷爬出棺材 所以唐屋有提前备好的棺材 给梁婷清洁完遗体 穿好寿衣 放进棺果后 公婆找我商量梁婷的法事 秋爽 我们这边法事 有一天一夜 三天三夜和七天七夜三种 我和你公公准备选七天七夜 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不懂他们老家的风俗 说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 就选哪个吧 婆婆犹豫到 我儿子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 就因成绩好而受人瞩目 风光无限 如今她英年早逝 我想让她最后风光一次 七天七夜 这种顶格的法事 我们这边从未有过 因为她最好 最气派 也是最贵的 我心里一咯噔 总觉得她没憋什么好招 暂且顺着她的话问 最贵是多贵 每日的香烟酒水 饭菜瓜果 法事工资 丧葬用品 七七八八 加起来得二十万 我无声感叹 这还真是贵 没钱都死不起了 我和你公公手里都没有钱 你看这笔钱 能不能你来出 我抬头直愣愣地看着婆婆 她叹了口气 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和你公公 还有良平之前的钱 都用来修老家 这个房子了 良平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现在她走了 我们就只有你了 我们一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 以后把赚的钱都给你 你也可以当成 我们向你借了这笔钱 日后我们再慢慢还你 好吗 当然不好 之前良平要来老家修房子 我就极力反对 原因无她 实在是他们老家太过偏僻 方圆几十公里 除了山 还是山 去趟县城开车 都得一个小时 奈何他们一家太想在 相亲面前装十三 坚持在老家修了一栋三层楼的 小洋房 还从我这里拿了二十万搞装修 如今又要我出二十万 这是真当我脑壳有包 我灵机一动 压住真实想法平静地说 没问题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婆婆悲痛的脸上总算漏了点笑容 好儿媳 谢谢你 我儿子娶你真是没娶错 我听得直放恶心 这哪是觉得我好 这分明是觉得我傻 白给他们做提款机了 好在我没打算真的出钱 到了结账那天 有他们好果子吃 四日 梁平的法事正式开始了 现场花团紧簇 张灯结彩 礼乐与鞭炮齐全 比喜事还铺张热闹 只是前来吊咽的村民 并未流露羡慕之色 反而鸣包暗扁 出言讥讽 原来 梁平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又娶了我这个城里媳妇 公婆经常在外炫耀 拉近仇恨 尤其是隔壁邻居 因着人家生了个生活 不能自理的低智儿 婆婆看似好心 实则刀刀捅进别人心窝 怎么不把你家那个傻子 丢到福利院去 养头猪过年还能杀了吃 养他屁用没有 爱 我看着都替你心痛 此时梁平英年早逝 梁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隔壁邻居趁机拉着儿子报仇 她给梁平上了三炷香后 假模假样地走到婆婆跟前 老嫂子节哀啊 你说你砸锅卖铁 吃尽苦头地供梁平读书 谁知她这么没良心 还没让你想几天福 就撒手人寰 不管了 早知如此 你还不如多养几头猪呢 爱 我看着都替你心痛 婆婆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没想到当初嘲笑之余 会被当事人家变本加厉地还回来 一时间气得脸色煞白 紧紧皱眉捂着心口不说话 其余村民也幸灾乐祸 一边大口吃喝 一边笑着姑姑 梁平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别是他们老梁家做了什么缺德事 报应到子孙身上了 经常说她儿子如何聪明厉害 有什么用呢 到头来还不如我家那个灰锄头的 脚踏实地 稳妥可靠 他们就梁平一个孩子 梁平一死 而媳妇又没怀孕 真是断子绝孙了 声音不大不小 却足够让公婆一字不落地听清楚 公公火气蹭地冒了上来 她对着人群伸手大骂道 滚 都给我滚 婆婆不想丢面子 跑上去拉住她的手 你这是做什么 别在儿子的灵堂闹啊 公公一巴掌扇在婆婆的脸上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阻止秋爽救儿子 儿子怎么可能死 都怪你 都怪你 婆婆不服气地回答了公公一巴掌 儿子的气息是你叹的 人也是你背到车上的 你难道就没发现他的不对劲吗 你现在凭什么怪我 要说害死 也是你害死的 不是你要我说 儿子死了吗 我试试听你的 你倒好 害死儿子后还倒打一耙 我打死你这个毒妇 公公用脚狠狠踹着婆婆的肚子 把心里的怨气和悔气 全撒在婆婆身上 婆婆也不是吃素的 抢起地上的棍子 我假装被吓蒙了 站在一旁不敢作声 别打了 别打了 村民们嘴上劝着 实际又八步的公婆狗咬狗 一个上前劝架的都没有 公婆对打半天 直到两人筋疲力尽 鼻青脸肿 才堪堪停手仇视着对方 我压下嘴角的笑容 走上去将公婆一一扶到凳子上坐好 转身对围观的村民说 我老公秃遭横祸 一家人都悲痛欲绝 诚心来吊咽的 我们凤若上宾 好烟好酒热情招待 心怀鬼胎 想看我们笑话的 就好走不送 不必再来 一村民笑嘻嘻地看着我 边磕瓜子边说 邱医生说的哪里话哦 我们只是没读过书 说话糙了点 其实都是一片好心 良平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也跟自家的孩子一样 他没了 我们也很心痛 哪有心情看笑话哦 你们好好办法是吧 这几天 我们都会来帮忙的 说着 他又在桌上抓了一把瓜子 细细磕了起来 公婆挑不出人家的错 也不好感人 只是气得咬紧了腮帮 这场想要出尽风头的丧事 终是出尽了丑 按照习俗 这七天七夜 都得给良平守灵 不能睡觉 想到良平背着我 做的那些缺德事 到了晚上 我偷偷去厨房 用热毛巾无脸 等到双颊通红 就借口发烧 回房间睡了 第二天天亮 我又谎称定情加重 需要打针 开车去了他们县城 当公婆规规矩矩地 守在灵堂 七天七夜没有合眼时 我借着住院的名义 在他们县城吃喝玩乐 小小旅游了一下 第八天早上 我应婆婆的要求 赶去良家付款 啊 等了这么久的重头戏 终于来了 秋爽 你来得正好 快来把钱付一下 我闻声 走到婆婆身边 她和公公 因为多日没有睡觉 双眼布满血丝 看着憔悴又呆滞 闺蜜本来说 今天把钱还给我的 可她又变卦了 说要再等两个月 这钱 你们得自己出了 婆婆大惊失色 扯着早就哭哑的嗓子说 啊 我们哪来这么多钱 秋爽 你再想想办法 我装作痛苦地说 实在是想不到啊 我之前的那二十万 已经借给梁婷 搞家里装修了 要不把这套房子 递给他们吧 这房子是新建的 家装修花了八十万 递给他们绰绰有余了 婆婆一口回绝 不行 这样我们太亏了 法师见情况不对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婆婆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不会真没钱吧 我们做法是几十年 这种事 可从不赦账 都是现结 要是真没钱 邱医生的提议不错 我们接受拿房子抵债 公共上前一步 态度坚决 不能拿房子抵 法师拍了拍 梁婷的棺材 威胁公婆 那就赶快结账 不然 我们只能对你儿子 做点什么了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做这一行 做事很邪门 不仅管这辈子 还管下辈子 你应该不想 我一个医生 自是不信这些鬼神论 但婆婆信得厉害 她着急忙慌地说 等一会儿 我还有别的办法 今天会让你们收到钱的 我惊讶地看着婆婆 难不成 她还有私房钱 当初同意她选七天七夜 我就报了拿房子抵债的想法 如今不抵房子 让她亲自出钱 那也不错 毕竟她的钱落不到我手里 与其让她拿着享受 不如给她糟蹋掉 让她快速变穷 然则 婆婆出乎我的意料 她把李梦从楼上喊了下来 原来 十减那天 婆婆听了我的话 把李梦叫来给梁婷守灵了 婆婆对李梦说 我看到梁婷给你转了三十万 你现在拿出二十万来 帮她付一下丧葬费 李梦一下变了脸色 眼神闪躲地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的哦 我才没有这个钱 婆婆愣了一下 叹气说 你查出怀孕那天 我和她爸 亲眼看着梁婷转的 你就别抵赖了 快拿出来 现在急着用 李梦也不装了 直言道 现在梁婷死了 这钱我要拿着养肚子里的孩子 不可能拿出来用 我假装懵懂 抬眼问婆婆 梁婷为什么要给李梦转三十万 这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若无正当理由 这笔钱可是要还给我的 婆婆张了张嘴 还是选择替李梦遮眼 没有说话 我又走到李梦跟前 你和我老公什么情况啊 我老公为什么给你转钱 李梦看了看我 也不打算告诉我真相 见从他们嘴里听不出实话 我洋装惊讶地看着婆婆 你们该不会觉得 李梦肚子里的孩子是梁婷的吧 公婆与李梦 齐齐变了脸色 心思刻意地看着我 旁边的人察觉事情不简单 也竖起耳朵听着我们 公婆尴尬道 你在胡猜些什么 李梦是梁婷的表妹 她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可能是梁婷的 我输了口气 那就好 我就是怕你们被骗了 梁婷有无精正 没办法使人受孕的 公婆脸色猛地僵住 婆婆呆呆地望着我 你说什么 无精正 对呀 婚检时查出来的 说完我拿出手机 找到当时保存的报告单 递给婆婆看 公公回房里 拿出一副老花眼镜 和婆婆一起拿着报告单细看 两人脸色越看越白 公公抖着嘴唇问 我记得你们当时 婚检的结果是 一切正常 怎么现在又说 梁婷不能生育 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我拿回手机 略带歉意地说 我当时也是怕伤到 梁婷男人的自尊心 所以将这件事 瞒了下来 真的报告单元件 就藏在我的化妆盒里 你们要是不信 回到城里 我就拿给你们看 公公惊得往后退了一步 婆婆眼疾手快地扶住她 两人齐齐看向李梦 李梦十分紧张 额头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她着急道 你们不要被婊嫂骗了 她当时能用假的单子骗你们 现在也能用假的单子骗你们 我平静地望着她 梁婷人都死了 我还有必要骗吗 再说 医院的档案是无法更改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医院查档案 我可没能力让医院弄虚作假 公公沉不住气 走上前 牙字欲裂地质问李梦 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不说清楚 我弄死你 李梦吓得晃了晃身子 哆嗦着说 是 是梁婷的 文言 现场一片哗然 梁婷在村里有口皆碑 大家都把她当作教育孩子的榜样 谁承想 她竟然婚内出轨 乱搞男女关系 大家看公婆的眼神 一下变得更加鄙夷 李梦哭着辩解 我没有乱说 孩子真的是梁婷的 我望着李梦 你不要觉得梁婷死了 就可以随意攀咬 把杖赖在她身上 我没有攀咬 孩子真的是她的 我和她在一起两年了 说着 她还拿出手机 给我们看她和梁婷在一起的照片和视频 真好 都不用我费力气 找她做小三的证据了 见目的达成 我生气地打了李梦一巴掌 我把你当亲表妹 你竟然睡我男人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你妈没教你做人吗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与其各说各的 不如取根梁婷的头发 和你肚里的孩子去做 DNA比对 是真是假 一目了然 干脆现在就去 不 我不要做 李梦脸上 吓得一片煞白 转身往外跑 公公粗暴地拽住她的头发 你跑什么呀 你不是说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孙子吗 那你就去做DNA呀 李梦吃痛 伸出手指甲 在公公脸上乱抓 我不要去做 你个死老头 快松开我 我装得十分生气 不敢做 就是你在撒谎了 若不是你骗梁婷说 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 还是儿子 她那天根本不会情绪过激 饮酒过量 使你害死了梁婷 你这个杀人凶手 公公是真的生气 脸色涨得通红 朝李梦高声吼道 你个臭婊子 骗得我们好苦 要不是你 天天逼我儿子带你走 她根本不会死 快把我儿子给你的钱转过来 我不会给你的 梁婷把钱给了我 那就是我的了 你快松开我呀 你抓痛我了 李梦虽然怀着身孕 手上力气却不小 用手指甲在公公脸上 抓出几道血槽 许氏气昏了头 又或是十分吃痛 公公愤怒到了极点 她抄起旁边的杀鸡刀 用力捅进李梦的肚子 还发了狠试的 把刀子往肚子里推进 旋转 待我们反应过来 想要阻止时 公公已经抽出了刀 李梦的肚子就像一个血窟窿 源源不断地冒出热血 人群一阵尖叫 杀人了 杀人了 我也是吓到了 但不至于方寸大乱 赶紧拨打110和120 如实告知情况 一个小时后 警车和救护车同时赶到 李梦因失血过多 来不及上救护车就断了气 警察以故意杀人为由 抓走了公公 婆婆吓得贪软在地 哭得六神无主 嘴里不停说着 造孽啊 造孽啊 但那些等着结账的人 并未流露同情 只是冷淡地催她 老嫂子 丧葬废你这边 准备怎么办 不会真要我们拆了你儿子的棺果 让他黄泉路上 生生世世不得安宁吧 婆婆爬起来 伸手护在梁亭的棺材前 你们别动我儿子 那就结账 婆婆焦急地看着我 秋爽 你想想办法呀 我摸了摸鼻子 对法师团为首的那个人说 师父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套新房子 我们总共花了八十万 如今算四十万卖给你 抵去应付的二十万 你再转我二十万 这山窝窝里的房子 白送给我 我都不想要 但在他们本地人眼里 还是非常不错 所以那人没有犹豫 眼睛放光地看着我 你当真愿意四十万卖给我 当真 婆婆急着拉住我的手 这房子梁亭和她爸爸 用血汗钱建出来的 亏四十万卖 我不同意 在我这里强调 血汗钱没用 毕竟那不是我的血汗钱 我冷眼看着婆婆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弄钱吗 现在人人都去城里买房 再不济 也会去交通便利的地方建房 像这种钱布着村 厚不着店的深山房子 送给别人都不一定有人要 如今这师傅愿意买 你就别挑了 良平这里要钱 公公如今杀了人 没的钱去疏通关系 搞不好要判死刑的 别犹豫了 法师也是个精明人 见状立马配合道 四十万还是有点贵了 我只能出三十万 婆婆一听又少了十万 急得改口道 四十万就四十万吧 我同意了 于是 法师立马拟了房屋买卖合同 婆婆签字后 法师赚了二十万到我卡上 将良平顺利下葬后 法师给婆婆留了三天收拾房子的时间 表示她三天后过来收房 热闹的房子瞬间只剩 我和婆婆两人 我见事情已经解决 准备开车回城里 婆婆跟过来 问我 秋爽 你怎么不等我 我跟你一起回城 我冷眼看着她 回城做什么 我和良平已经离婚了 我没有赡养你的义务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各不相干 婆婆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和我儿子什么时候离婚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我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那上面有良平的亲笔签名 之前 良平为了签合同 能写出漂亮的名字 在空白纸上多次练习 我找了两张留白够多的纸 自己加上了离婚条款 并不好日期 即使良平活着 到了法庭 她也没办法证明 这协议是假的 更何况 她已经死了 为了让婆婆死心 我又说 即便没有这份离婚协议 良平已经死了 我和她的婚姻关系 也会自动解除 只是我不愿意等 而且 我想与你们断得干干净净 怎么断干净 别忘了 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我儿子也有份 你没搞错吧 那房子 还有现在这台车子 都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 与良平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婆婆眼睛通红地指着我 你这个白眼狼 别的我也不说了 你把刚刚卖房的 二十万转给我 我笑了笑 调出手机里的借条给她看 当初良平找我要 二十万搞老家装修时 我爸爸留了个心眼 让我找良平写张借条 当时我和良平都笑爸爸多此一举 夫妻之间写这个做什么 还好爸爸坚持 跟我们说 只是写几个字而已 又不一定真的要还 看清了吧 这二十万本来就是良平欠我的 我只是拿了自己应得的而已 那我怎么办 现在房子没了 儿子死了 你公公也被抓到牢里去了 你这是要断我的活路啊 那都是你的事 你怎么不想想你们自己做了什么 你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婆婆愣住了 想了一会儿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良平和李梦在一起 你是不是也知道良平想要假死的计划 我点点头也没有知道太久 所以你是故意不救良平的 我把良平倒地昏厥的视频发给她 轻笑道 好好看看这段视频吧 我想她死是真的 但我想救她也是真的 是你和她爸 还有李梦 合力阻拦我施救 才害死了她 好在 恶人自有恶报 你们也都付出了代价 婆婆气得跌倒在地 拍着大腿崩溃哀嚎 是我害死了我儿子 我怎么会害死我儿子 啊 我懒得再听她哀嚎 发动车子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得到他们的消息是一年后 他们隔壁邻居来医院 认出我后开心地说 求医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死老头子判了死刑 已经被枪毙了 那死老太婆气得精神失常 在村里和狗抢东西吃 我笑着点点头 谢谢你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 故事二 我拿着刚打好的离婚证 目送老公走向五十岁富婆的宾利 捂着嘴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 老公看我憋红的双眼叹了口气 转身劝我 对不起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我吞了口唾沫强压笑意 声音暗哑 祝你幸福 先踏一步转身离去 我实在忍不住 笑得肩膀轻轻颤抖 从反光玻璃里 还能看到前夫停在原地 一脸愧疚地望着我的背影 我加快了步伐 愧疚 大可不必 姐姐急着去题材中心 完成设处向富婆的完美蜕变 顺利领到奖金 扣掉税费还剩1.6个亿 我站在银行门口 看街道上人来人往 满心感慨 迫不及待地给房产中介赚了十万块钱 定下了我和前夫看了很多次 却买不起的楼盘 完成了我和李前道梦想 也给我的爱情画上完美句号 傍晚 我在新房子里叫了一堆外卖 等闺蜜上门 庆祝我乔迁新居 我低头苦笑一声 也庆祝我恢复单身 这地段 这采光 赵文问你抢银行了 闺蜜瞧瞧鞋都没坏 先在房子里逛了一圈 你家李前呢 出差回来了吧 他可以啊 不声不响 给你买了套楼网 见我半天没接话 瞧瞧一脸疑惑地冲我挑眉 怎么了 我轻轻笑了笑 叹了口气 我跟李前 我俩离了 积压的情绪一瞬间爆发了 我捂住脸 低声唾气 怎么可能不难过 我和李前在一起五年 从校服到婚纱 所有人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 门当户对 可惜他不想要这样的门当户对 他想走捷径 我能做的就只有放他离开 我没跟乔乔解释 夫妻一场 没必要在背后捅刀子 我擦擦眼泪 摸出手机 打开手机银行 递给他 乔乔瞪大双眼靠 转头一脸怀疑地看我 闻闻 这不是赃款吧 咱可以穷 咱可不能做违法乱计的事 我翻了个白眼 向他讲述了我中彩票的经历 然后板着脸严肃盯着他说 乔乔 你辞职吧 话没说完就被乔乔兴奋地打断 你要包养我 好吗 正经不过一秒 我服额 我是说 我们创业吧 我们都是学设计的 可大学毕业后 你去奢侈品专柜做导购 我在公司做助理 都是生活所迫 可现在 老天给我个机会 我想抓住他 我们一起实现曾经的梦想 我开着新提的法拉利 去接办离职手续的乔乔 乔乔看我过来 一脸着急 闻闻 不好意思 今天跟我搭班的同事临时请假 店里就我一个人 人是五点就下班了 我得赶紧去把离职手续办了 你帮我顶会儿 我办好立马回来 没等我答应 乔乔就急急忙忙地 拉我去更衣室换衣服 这工作服真紧 我对着更衣室外的镜子左右照 是时候该减肥了 服务员 人呢 我赶忙跑出去十一区 展示柜前 站着一个目测两百多斤的中年女人 正对货架上的衣服挑挑剪剪 嘴里还嚷嚷着服务员 贴我一眼 明显一正 语气更加不耐烦 你是死人呢 看不到我进来 把你们经理找来 我要投诉你 好家伙 上来就投诉 这不是来买衣服 是来找茬的吧 要不是为了瞧瞧 我才懒得搭理这种智障 我借着撩刘海的动作 偷偷翻了个白眼 然后恢复了职业性的笑容 对她解释 不好意思 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 刚刚确实没有注意到您 女人显然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唾沫星子快喷到我脸上 我说 我要投诉你 听不懂人话吗 一道男生从货架那边传来 亲爱的 跟个服务员致什么气 这声音化成灰 我都听得出来 我刚还在想 这人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实锤了 人家就是故意的 难怪我觉得眼熟 她就是礼钱棒上的富婆 领离婚证那天 她在车里见过我 呵 还真是冤家路窄 就没见过偷人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礼钱明显没想到 被她心欢欺负的服务员是我 她猛地停住脚步 皱着好看的眉 一脸懊悔的样子 多年的相处 让我比她自己还了解她 她在后悔替我说话 我原来最喜欢看她皱眉的样子 有一种破碎的美感 可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 富婆挑衅般地走到李钱身边 拉起她的袖子 夹着嗓子撒娇 老公 这服务员欺负我 我要投诉她 李钱温柔地吻了吻富婆的嘴角 一脸深情 乖都听你的 李钱的态度成功取悦了她 看着这母慈子笑的画面 我没忍住吐了她俩一声 耳边响起杀猪般的惨叫 富婆跳着脚 气急败坏 扯着嗓子怒吼 把你们经理叫来 今天不给我个说法 我砸了你的电 我这身衣服 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穷屌丝 没男人要的破烂活 崩 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绳断了 我刚准备上前跟她拼命 下一秒 瞧瞧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兜头一巴掌打在富婆脸上 恶狠狠地说 你说谁没人要 老娘今天替天行道 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小三 一开始我们还能和在体型方面 占据绝对优势的富婆 勉强占个平手 可理钱的加入 迅速改变了局势 这孙子真因 薅头发山耳光土唾沫一样不落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红了眼 双手拼命护着瞧瞧 呸 李钱你个王八蛋 死娘炮 打架用女人的招 怕担责任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看上了你 说完 抄起衣架 就给李钱开了瓢 这下成功把我们的身份 从原告转变为了被告 李钱狮子大开口 索要医药费 营养费 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共计五十万 不然 就告寻衅滋事 把我们送进去 他是把我往死里逼 原来都是他管账 他很清楚 我俩这些年 所有的积蓄加起来 也才十万 我们最后一点 夫妻情分在他提出五十万的这一刻 烟消云散 没了顾及 我当场放狠话 有本事你就告 这五十万 我拿来请律师 我保证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打完了吗 结账 不知道哪窜出个男人 打断了我的气势 我狠狠瞪他一眼 男人一脸无辜 要不我帮你们报警 四双眼睛同时看向他 男人看我一眼 放下衣服出了门 嘴里直嘀咕 有业绩都不要 最后 礼钱还是做了最有力的选择 拿十万补偿金 和我和解 警局外 瞧瞧怕我难受 安慰道 嗨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会更乖 多大人了 还没个正行 去医院包扎好伤口 我们正式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乔老师说得好 一个女人 如果失去了爱情 那么她的事业 将会突飞猛进 我们的品牌盛大 在短短两年间 迅速进驻各大购物中心 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 拥有一整栋办公楼 期间也碰到不少困难 不过都在我们的努力 和超能力加持下 圆满解决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瞧瞧兴奋地冲进办公室 文文 你看群了吗 这一次 同学会开在咱公司隔壁 你说 咱俩现在大小 也算个富婆不适 这次同学会终于能扬眉吐气 我哭笑不得看她 这话说的跟有人欺负你似的 瞧瞧小心翼翼地瞥我一眼 解释道 没有没有 人家这不是想着能见到老同学 激动吗 我没戳穿她的小心思 我知道她说的扬眉吐气 是想让我在礼前面前扬眉吐气 聚会当天 乔乔拉着我起了个大早 从造型到服装配饰 无疑不惊心 临出门还挑了车库里最贵的车 我跟她开玩笑 这知道的是我们去参加同学聚会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去参加前任的葬礼 没想到一语成衬 走进包厢 一眼就看到 李前搂着个小姑娘坐在主位 浑身散发着一种成功人士气场 富婆牺牲了 李前继承遗产了 不能啊 打架的时候 看着挺能活 我一脑门问号 没等我想明白 李前怀里搂着的小姑娘已经走到我面前 脚柔造作地叫了一句姐姐 白裙子 帆布鞋 这气质跟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看她这打扮我心里就起了三分厌恶 我面无表情 瞎攀什么亲戚 我爸妈就生了一个 小姑娘明显没想到 我这么不客气 撇了别人家的眼神战 撇了别嘴一副要哭的样子 见人就叫姐姐 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 撇了眼胸口 不好意思 误会你了 确实我大你小 小姑娘脸胀的通红 手指着我你 你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大家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 包厢里渐渐安静下来 李钱站出来打圆场 文文跟你文文姐道歉 听了李钱的话 小姑娘一脸委屈地向我鞠躬道歉 李钱又补了一句 都是误会 你要不喜欢这名字 我明天就让它换了 这什么狗血替身文学 真恶心 没理会这场闹剧 我拉着乔乔 找了个离李钱最远的位置落座 气氛渐渐回暖 大家聊工作 聊孩子 聊梦想 聊青春 聊着聊着 话题就偏了 聊到了那些年逝去的爱情 班长喝多了 举着酒杯摇摇晃晃站起来 李钱 我得敬你一杯 我得谢谢你 李钱起身扶住班长 没等他开口 班长继续说 不是你帮忙 我早就失业了 不说了 兄弟都在酒里 班长将酒一饮而尽 又倒了一杯 走到我这 赵文问 李钱是个好人 就算你当年因为钱抛弃他 他心里还是想着你 正好今天我做个合适佬 同学们都做个见证 你俩复婚吧 我因为钱抛弃他 我说今天怎么没人找我和乔乔搭话 好手段啊 先入为主 挑拨离间 兵法让他玩明白了 我死死盯着李钱的眼睛 附述了一遍班长的话 与我的愤怒恰恰相反 他脸上表情毫无变化 看我要起身 他才揉了揉眉心开口 闻闻 别闹 语气像是教训不懂事的小孩 我气不打一处来 抄起酒杯 对准他身后的墙 就砸了过去 演技真好啊 李影帝 敢做不敢当 你算什么男人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只有喝醉的班长 没意识到气氛变化 还在那我干了 你随意 我撇开上前 劝我的同学愤怒地说 李钱我本来 还想给你留点面子 没想到你恶人先告状 我的仁慈 导给了你污蔑我的机会 你说我为了钱抛弃你 那就乘着今天 大家都在把事说清楚 李钱没动 他身边的盗版文文 对我不停鞠躬道歉 文文姐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 话都是我说的 你不要怪钱哥哥 真没意思 我转身坐下 不懈地说 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 送包 这句话 仿佛刺激了李钱的神经 眼睛终于看向我 你要我说什么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说说不要婚房 不要彩礼的 我是怎么贤贫爱妇的 说说你是怎么发家的 说说咱俩离婚的真实原因 我每说一句 李钱的拳头就攥紧一分 他环顾四周一脸八卦的同学们 咬牙切齿回我 白手起家 靠自己 死鸭子嘴硬 心理学上有个现象 说谎的人会先骗过自己 李钱就是这种人 行吧 出卖色相 勉强也能算靠自己 赵文文你不要太过分 简直欺人太甚 李钱室友站出来指责我 乔乔对了回去 是谁欺人太甚 你算老吉你说话 我拦住乔乔 对李钱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你说 还是我说 文文停止了他的鞠躬道歉 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 我说 不就是钱哥哥跟你离婚 拿走了十万块钱吗 这钱本来就是他赚的 你离婚 去给有钱人 做二奶会缺钱 就算夫妻共同财产 那也有他一份 大不了 今天我替钱哥哥还给你 给我气笑了 我揉了揉酸痛的嘴角问他 小姑娘 你很有钱吗 文文被我问得一愣 对 我家很有钱 你快给钱哥哥道歉 别说十万 一百万我都给 果然如此 李钱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骗完老的骗小的 能把软饭吃得如此清新脱俗 你也是个人才 文文反驳我 你别瞎说 什么吃软饭 钱哥哥能力很强 自己开了家设计公司 已经准备开实体店了 我来就是想看看 钱哥哥这么多年 念念不忘的前妻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想到这么恶毒 这姑娘没救了 被扑上头 跟当初的我一样 无条件信任包容和维护 我有些同情他 姑娘 我不知道 李钱给你编造了一个 多离谱的故事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他问心无愧 怎么会不敢跟我对质 你面前这个男人 跟我离婚是为了傍妇婆 至于他的霸总人设 你最好核实 移下他公司的真实性 如果某一天 你失去价值 也会像我一样 被他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坏女人 到现在你还污蔑钱哥哥 我看你就是后悔了想 拆散我们好跟他再续前缘 闻闻气地发抖 我也气得够呛 李钱稳坐钓鱼台 一脸愉悦地看着这一幕 注意到我的目光 他回我一个挑衅的微笑 我疼得一下站起来 大步走到他身边 李钱被我吓到 又很快反应过来 你干什么 我很想给他一巴掌 撕掉他虚伪的面具 但我忍住了 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跌两次跟头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行 空口无凭 拿证据说话 班长说话的时候 悄悄偷偷塞给我一个文件包 我扫一眼就知道是什么 里面离婚协议 案情报告 谅解书 还有十万块钱赔偿金的收条 一应俱全 我拿着文件包 转身对同学说 不好意思 同学们 我实在不想把李钱做的这点破事 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说 不体面 可毕竟是使他污蔑在前 我只能自保 我开文件带的动作 被李钱打断 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腕 凑到我耳边 有什么事我们私底下聊 我给你赔罪 看我没反应 他威胁道 你真要闹 闹个鱼死网破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你不是一直想做设计吗 盛大 你知道吧 最近很火的设计品牌 我认识他们老板 我们来做个交易 你闭嘴 我安排你进盛大 还摆出一副为我好的表情 不要逞一时之气 而放弃前途 我一脸玩味 你认识盛大的老板 那你能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看我态度动摇 他明显松了口气 顺着我的话问 你想要什么职位 我勾勾手指示意他上前 我要当老板 你做得到吗 赵文问 你耍我 李前表情争宁 又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 真的很好笑 我把证据摆在桌上 给大家一一讲解传阅 眼见同学们 眼神变得鄙夷 李前无能狂怒 泼妇 简直不可理喻 一旁的文问 看着李前这幅 歇斯底里的模样 也显得十分震惊 临走我给颓在沙发上的李前 送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对了 盛大 老板姓赵 明文问 事业的成功会赋予人无限的自信和能量 我过得如鱼得水 都快忘了李前的存在 没想到 这个人会再次出现 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瞧瞧拿着律师喊骂娘 李前不知道从哪听说了你中彩票的消息 起诉你要分一半奖金 他婚内出轨攀高支 还好意思找你要钱 文文 你当年为什么要在垃圾堆里找男人 我烦躁的福额 拿笔扣了扣桌面 你看清楚 人家要的可不光是钱 要的是咱们盛大的股份 美名其约资产增值部分 瞧瞧急忙打开文件仔细翻阅 看到一半就忍不住砸在地上 缓了两口气又捡起来 皱着脸问我 怎么办 我把笔砸在桌上 能怎么办 就他会请律师 我们也请 要钱可以 股份不能动 可咱钱都压在项目上 叮铃 没等瞧瞧说完 电话响了 赵总 前台有位律师找您 说是跟您聊 离婚财产纠纷问题 我额头青筋跳了跳 律师函刚到人就来了 这是一点余地不留 铁了心要抢走我的成果 不见 我狠狠挂断电话 我还是低估了 李前的无耻程度 在第三次拒绝面见 对方律师后 我上了热搜 时尚设计圈女老板 上位时警号盛大 抛夫弃子 独占巨额奖金 警号赵文文 类似的标题 铺天盖地地推送 瞧瞧气地摔了两个手机 肯定是李前 他花钱刷的水军 咱手上有证据 要不我们也发出去 我柔柔太阳穴 没用 他知道我们的底牌 不怕丢人 就是逼我见面 瞧瞧担心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已经通知公关部了 舆论风向很大 我知道瞧瞧没说完的话 继续让舆论发酵下去 势必会影响公司销售业绩 我叹了口气 这是一早不宜迟 约他们下午见面 赵女士您好 我是李前先生的代理律师沈默 说着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接过名片 抬眸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没等我反应 他先瞪大了双眼 你 你是那个泼妇 想起来了 两年前要买单的那个缺心眼 你才泼妇 老娘那是捍卫主权 我优雅地压了口咖啡 李前呢 不敢来 我的当事人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 沈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掏出文件跟我确认了一遍经过 很重肯地提出建议 我搅了搅剩余的咖啡 沈律师 你不觉得你当事人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吗 但在法律层面 他仍有权利追回奖金的一半 您当时隐瞒奖金的行为也算不上光明磊落 沈默分毫不让 我今天来有两个目的 一方面是让李前撤下热搜 另一方面是想试探他们的底线 可沈默太难缠 步步紧逼 我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我岔开话题 沈律师还没结婚吧 沈默明显一愣 我继续说 像沈律师这样的天之骄子 应该很难理解我们这种普通人 其实我不怪李前 他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自嘲笑笑 你可能不信 我根本没想隐瞒中奖这件事 下班路上 我给李前打了两通电话 无人接听 我以为他在加班 我紧赶慢赶回家 做了一桌子菜 还开了瓶香槟 我满心欢喜地 等来了一份离婚协议 沈默的表情开始变化 看我的眼神有些同情 我合上文件 盯着他说 婚姻不是法外之地 歹徒捅人一刀 还要负责任 他伤害了我 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回过头想摘果子 这不合理 沈默喝了口水 说了句法不容情 声音小到我差点没听清 他犹豫了 我的计策成功了一半 利用对方律师的同情心 这行为有些卑鄙 但盛大 能有今天的成果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因为我的私事 让所有人的努力毁于一旦 我不能这么自私 对不起 沈默看着他的背影 我在心里默默道了个歉 热搜撤了 起诉金额变成七千万 这趟聊得挺好啊 瞧瞧冲我挑眉 神情暧昧 那小律师不会看上你了吧 我撇他一眼 别高兴得太早 七千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抢过文件 人家有名字 叫沈默 沈默他脱长语调 一字一顿 我不自觉想到 那天他看我的眼神 和离开时的背影 心里有一股异样的情绪 在慢慢发酵 磕磕瞧瞧拍我肩膀 想什么呢 我刚说的你听到没 我一阵脸红 还好他没注意到我的异样 继续说 热搜查清楚了 无双传媒 你猜当家人是谁 两年前跟我们打架的富婆 瞧瞧一脸惊讶 我猜的 李潜 我再了解不过 吃力不讨好的事 他不会干 借刀杀人 倒是把好手 我抬起手 欣赏新作的美甲 他还不知道 李潜找了个 跟我有八分项的文文吧 这怎么行 得告诉他 李潜做事确实谨慎 除了同学会 没有带文文 去过任何公共场所 找证据 花了我好一番功夫 幸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在探店博主的视频背景里 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拍得很清楚 周一是开庭的日子 我提前两个小时 把视频传给富婆 心里暗暗期待 我猜李潜会带文文开庭 我猜错了 法庭门外 李潜煮着拐满脸阴狠 恨不得用眼神 啃下我一块肉 看他这样子 我忍不住想笑 这是被文文修理了 也对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邪 我看看表 离开庭还有半小时 沈默跟在李潜身边 没分给我一个眼神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炙烈 他偷偷看我一眼 又很快低下头 他这是 避嫌 太可爱了吧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街上传来一阵跑车轰鸣 一辆骚包的大红法拉利 停在门口 后面还不合时宜地 跟了两辆武林红光 好家伙 两辆车装了十二个人 不愧是神车 富婆气焰嚣张地 从跑车上下来 蔑视地扫我们一眼 慵懒地靠在车头 打 一声令下 十二个人瞬间冲出 我眼前一黑 一个身影向我扑来 是沈默 阳光给他细腻的肌肤 打上一层银润的光 露出平顺的锁骨 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担忧 他睫毛好长 耳边礼钱的惨叫 把我拉回现实 见挨打得只有礼钱 沈默有些尴尬地放开我 富婆人狠话不多 一顿毒打后拖着受伤的礼钱 扬长而去 乔乔 拍手叫好 我却看着眼前的沈默一阵恍然 闻了闻衣领 不知道他用的什么香水 像熟透的水蜜桃 清新疑人 注意到我的动作 他耳朵红了一片 我起了逗弄的心思 七身上前 沈律师 多谢 他像只受惊的猫 猛地僵住 咽了口唾沫 赵小姐 今天庭审开不了了 我有事先走了 看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我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出声 听到我的笑声 他跑得更快了 瞧瞧一脸暧昧地打量我 你们什么情况 英雄救美 还是霸道女总裁 爱上纯情小律师 我白他一眼 别瞎说 和我说 有事先走的沈默 十分钟后 和我在峡谷相遇 沈律师 我缓缓打下三个字 脑海里幻想 他在屏幕那头 是什么表情 可直到游戏打完 都没有回复 时间久到我怀疑 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 下一刻 一个好友邀请谈出来 赵小姐 不好意思 本来想等复活的空档回你 可惜对面 泰菜 没给我机会 这什么凡尔赛文学 我看着自己 一比九的战绩器的咬牙切齿 用力打下行字 沈律师 就是忙着打游戏 我本来已经做好 对面不回复的打算 没想到立马听到了沈默的声音 我带你上网者 哼 转移话题 你以为我会上当吗 我会 真香 我们打到凌晨 不自觉间 关系尽了很多 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 他叫我文文 我叫他沈默 空气中漂浮着粉红色泡泡 游戏里 凯开大招就我的打击 我不自觉想到 白天他奋不顾身 冲到我面前的场景 呼吸有些紊乱 过度紧张下 我连送三次人头 沈默就我不成反被杀 我们俩并肩躺在野区 脑子里不受控制的幻想 我们俩肩并肩地躺在在草地上 看星星 衣领上 他的味道依旧香甜 闻闻 复活留好二技能 沈默冷静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来 要你管 明明是撒气的话 可语气里不自觉带了点娇叹 听起来就变了味道 沈默顿了一阵 声音比刚才明显暗牙几分 我保护你 心脏漏了一拍 我下意识捂住自己红得发烫的脸蛋 冰着天花板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急促的心跳 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好像有点喜欢他 这几天 我脑子里全是沈默的样子 早上他系着围裙 叫我起床吃早餐 晚上他一颗颗解开衬衫扣子 邀请我吃 我捧了把水浇在脸上 看着镜子里自己脸上不正常的潮红 我羞愧得直跺脚 都一把年纪了 仪式英明可不能毁在这 打开手机看到助理的微信 赵总 有位律师在前台等您 说是您前夫委托的 带他去会议室 我马上到 我心里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小火苗 窜得一下又烧起来了 涂上粉嫩嫩的西柚色唇釉 我打开了会议室的门 会议室里坐着个中年男人 看我进来 连忙起立 您好 我是您前夫李前委托的律师 我打断他 沈默呢 中年男人想了想 您说之前负责这个案子的小沈 他离职了 现在这个案子由我接手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慌了沈 我早该想到的 沈默那天明目张胆的保护 再加上之前撤热搜降低金额 李前这牙字必报的性格 肯定会找沈默麻烦 我本想着案子还没结束 没几天还会再见到他 就一直没有主动联系 可现在我顾不上矜持 冲出会议室 拨通了他的电话 几乎秒接 我劈头盖脸地问他 为什么离职不告诉我 是不是李前投诉他 电话那头 沈默没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用他那充满雌性的声音说 你担心我 救命 这男人好会 可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工作都没了 还聊妹 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敬业 你来帮我吧 这次官司打完公司 还要成立法务部 沈默轻笑 没接我话茬 闻闻 晚上有空吗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挂断电话的 答应了沈默的约会邀请 回办公室的脚步 都轻飘飘的 沈默在大厅等我 他穿了套休闲装 为衣搭灰色运动裤 身形修长 神色温柔 我之前见到的他 总是西装革履 因为工作需要 穿着正式 给人一种淡漠的疏离感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觉得 我跟他的距离近了一点 本来是想夸他 穿运动服好看 可话到嘴边却变了意思 失业了 买不起西服 呸 这张破嘴 沈默没想到 我会来这么一句 也愣住了 还是很优秀的 我可不吃软饭 很不错 小伙子有骨气 等等 软饭 吃我的软饭 难道 我想得太过认真 没注意他已经停下脚步 不小心撞到他后背 痛呼出声 他回头摸我脑袋 轻轻吹我鼻梁 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蜜桃味 还有他嘴里的薄荷香 好想尝一口 气氛太过暧昧 空荡荡的车库里 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的心跳 开不起房吗 跑大街上秀恩爱 这声音有点耳熟 我回头 瞧瞧 那个搂着他的男孩是谁 这得三年起步吧 我抓住逃跑未遂的瞧瞧 不解释一下 他善笑 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林正豪 他又补一句成年了 刚满十八 禽兽 在我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他掏出一张情帖递给我 订婚宴 下周三 所以不是今天我们碰上 订婚这么大的事 你不打算跟我说 我很不爽 你不也没说 老实交代 什么时候开始暗度陈仓的 我反驳道 还没 沈莫拉我胳膊接过话头 一见钟情 这算表白吗 我心跳得有些乱 期待已久的二人世界 变成四人约会 沈莫的态度耐人寻味 做着让人误会的事 却没有说一句负责的话 回去之后 我想约他说个清楚 可他一再拒绝 连游戏都不在上线 琢磨不透 却又控制不住沉沦 我一向都是个勇敢的人 可对沈莫 我犹豫了 不过我还是让公司HR 给他发了面试邀约 我想再试一次 最后一次 沈莫拒绝了我的邀请 就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的时候 他又出现在悄悄的订婚宴上 没有想象中的捧花告白 甚至没有跟我多说一句话 我很失落 也对 他沈莫是青年才俊 做不出礼钱那种吃软饭的事 当然更看不上我这个二婚老阿姨 之前的一切 全当我自作多情 只是眼睛有点酸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就不该为个男人伤怀 虽然这样想 我还是忍不住 频频用余光偷看他 很快 仪式进行到下半场 我调整好状态 牵着瞧瞧将他送上幸福的殿堂 可我没看到 有个拄着拐的身影 避开人群走向后台 去死吧 头顶的聚光灯 毫无预兆地砸下来 我拼尽全力推开瞧瞧 我被砸中 压在灯下动弹不得 我艰难扫尸会场 没有看见什么 晕过去之前 我还在想 他会为我担心吗 好重的消毒水的味道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阳光针刺眼 醒了 医生 瞧瞧瞧眼下一片乌青 我拉住他 示意他我没事 顺着他的手喝了杯水 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你没事吧 我声音有些嘶哑 瞧瞧瞧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要推开我 我没说话 任由他发泄情绪 这几天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 躺在病床上的我 反而是最轻松的那一个 过了一会 他情绪平复下来 抽掖着跟我道歉 警察查清楚了 是礼钱买通了会场保安 溜进来搞破坏 他还带了刀 对不起 都怪我 他是看到我发的微博 才找过来的 你说他带了刀 那我被押住 他怎么没过来补刀 我有些疑惑 他应该不会放弃 这么好的机会 乔乔欲言又止 在我的追问下 纠结半天终于开口 是沈默 他去后台截住了李钱 可是他不让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让我说 你们不是在恋爱吗 我心里五味杂成 沈默到底是有多怕我缠上他 没继续纠缠这个 我浑身疼得厉害 当务之急 是把李钱这个罪魁祸首解决了 放他在外面一天 我的人身安全 就一天得不到保障 之前受得气 我要一次性讨回来 住院期间 我收到封邮件 内容是李钱的账单明细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笔境外入账 这笔钱绝对不干净 在伤好后 我找到文文 班长 李钱室友等 一切有可能知道他 这两年动向的人 收集他这些年的罪证 把收集到的材料 一次性交给公检部门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开庭那天 我在门口站了许久 期待审默会突然出现 可直到庭审结束 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坐在台阶上 盯着月亮慢慢升起 心却慢慢沉落 傅首尔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好的心理医生 不是一个有耐心的爱人 而是一个有钱的自己 我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开阔市场上 把精力挤压到极致 就不会再想起那个不该想的人 效果是显著的 公司销售额再创新高 可我也在不知不觉中 得罪了不少人 最近我的车窗总是被砸碎 监控录像遗失 乔乔劝我找个保镖 我还笑他多虑 他们不敢到光天化日下 找我麻烦 人哪 就不经念叨 人家不光感 还一步到位 直接找到公司大厅来了 一群老爷子老太太拉横幅 盘坐在大厅 还带了不少媒体记者 我一阵头疼 刚准备绕路走安全通道 却被一个眼尖的记者发现 他冲我大喊一声 老头老太蜂拥而上 局面一度失控 就在我以为 今天在劫难逃的时候 沈默出现了 他总是这样 以救世主的姿态 出现在我的生活 可这次又能待多久呢 我不免有些烦闷 很想质问他 又觉得自己矫情 以什么身份呢 朋友 还是对他爱而不得的追求者 我有些泄气 用力甩他的手 可他捏得实在紧 我怎么都挣脱不开 我绷不住了 多日积累的委屈 倾巢而出 带着哭腔大吼出声 沈默 你到底想干嘛 见我情绪崩溃 他一时慌了神 可还是倔强的 没松开手 用衬衫单手 给我擦眼泪 嘴里直道歉 可也仅仅只是道歉 铁直男 天知道我多想听他解释 但他就是不说 越想越难受 我从蹲着哭到坐下哭 毫无形象 沈默被我哭得没了脾气 看到后面快要赶来大军 扛起我就跑 我 震惊 知名企业女总裁 竟当街和男子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万恶的标题党 可想起昨天 我休脑地把半张脸埋进被子 沈默把我扛到公园 到嘴边的所有质问都说不出口 我冷静下来 沈先生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我们不 熟 我瞪大了眼 从没想过 正人君子也会轻薄这一套 下意识甜甜唇 很难把沈默那张死人脸 和柔软的唇瓣结合起来 它像是偷了星的猫 食髓之味 那微凉又柔软的触感 让我还没恢复平稳的情绪 再次躁动起来 看它含笑的脸 我又该死得心动了 它紧贴着我 我能感受到它的心跳 炙热滚烫 闻闻 它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一点点地往心里钻 我爱你 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往下掉 积压的情绪喷涌而出 骗子 若急若离 忽冷忽热 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 你当我是什么 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工具人 我哭得说不出话 它轻浮我的头发 眼中的温柔快要溢出来 我当你是珍宝 是此生至爱 它从怀里掏出盒子 订婚典礼那天 就想交给你 可惜出了点意外 沈默打开盒子 单膝跪地 亲爱的赵文文小姐 你愿意给我个机会 接受它吗 让我用余生赎罪 我脑子里乱糟糟 到现在它也只说是意外 不邪恩想报 分明是怕我有负担 我看不懂 这么好的它 消失的日子 到底去了哪里 哪怕我失控 也只字不提 我犹豫得太明显 沈默醋了醋眉 起身还住我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 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我以为跟我在一起 沈默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可没想到 是我攀了高枝 看着眼前奢华的宅院 我狠狠弯他一眼 我心里有些慌乱 满脑子豪门风云 怕他妈妈傲慢地 甩我张支票 更怕沈默为我惹恼亲人 想象中的情节都没发生 沈默寸步不离地陪着我 给足了我底气 意料之外 沈默的爸妈很好相处 妈妈慈爱大方 把我叫到房间 偷偷给我套了个玉镯 说是沈家世代 给掌席的传家宝 我推辞不掉 只好收下 伯母告诉我 他们早就在沈默口中 听说了我 很钦佩我手撕渣男的勇气 至于公司 婚后我也可以继续经营 他们还会给予一些帮助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悄悄掐了把大腿 撕 不是做梦 沈默看我动作 轻弹我额头 真没出息 哼 我抱负挠他腰上软肉 你说今天带我找答案 答案呢 沈默看我懵懂的模样 叹了口气 回去多买点核桃 补脑 他什么意思 说我没脑子 在我乍毛的前一秒 他很有求生欲地抱住我 脑袋在我脖梗里慢慢地蹭 我爸妈很喜欢你 嗯 我优秀啊 喜欢我理所应当 我昂了昂脑袋 一脸骄傲 继续说 小说里都是骗人的 豪门婆婆根本就没有那么难相处嘛 头顶传来一声叹息 语气愈发无奈 小笨蛋 因为我爸妈知道 我愿意回来继承家业 是因为你 前些日子我在瑞典 实在赶不回来 我一时有些发猛 瑞典 我住院期间收到的邮件 是他发的 沈默松开我 到我身前单膝跪下 所以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文文 嫁给我 我伸出左手 任由他套上戒指 我愿意 问我一万次答案都是统一 是你我就愿意 当大家的帽子